中国小区 普遍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 是在于越来越淡薄的邻里关系 相互不往来 不沟通 不关心 不照顾 很多的老人 在自己的房间里 可能去世了都好几个月了 都没有人去发现 我叫刘晓明 是东城区一龙小区的业委会的主任 我们这个小区有很多很杰出的人士 单独拎出来都是非常厉害 但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却起到了一种反作用力 邻里之间的关系 普遍是一种冷漠和不关心 因为是一个老的小区 锅炉是我们小区自己烧的这种小锅炉 冬天是很难过的 在家里还要穿着棉袄 晚上还要盖两床被子 当时的物业公司 它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个现状 我一直是有这样的一种内心的催逼吧 觉得我应当去做点什么 因为当时的业委会等于是瘫痪的 我就毛遂自荐 我说我来做这个业委会主任 每一栋楼呢 有一个楼长做我的帮助者 那么我们成立了一个 11个人的业主委员会 做的第一件事呢 就是解决锅炉的问题 去年改造了新锅炉 这个两个小锅炉呢 就更新了一个新的锅炉 每家每户的温度呢 平均升高了5度 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有一家养了两个大狗 叫整个晚上或者大半个晚上 个别邻居呢 忍受不了的就半夜往他们家的院子里 扔砖头扔酒瓶子 110也招来好多次 仍然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我最后想的还是应当主动的登门去拜访 了解他内心的想法 大概等了将近40分钟的时候 他终于开门 经过了我们比较良好的沟通以后呢 他是当着我们的面就答应了 他会去把这个狗呢 每天晚上就关到自己的家里面 因为老物业呢 他做得不好 我们就选择了更换新的物业公司 老的这个物业公司呢 就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反应 当着政府的面就威胁我和我的家人 他就很担心 带着孩子就住到了学校附近的宾馆里面去 大家都很激动 个别的也说是会为我们家去站岗 以前这个小区从来没有这样的一种关心和关怀 终于呢老的物业是撤出了 我是做律师 是非常忙碌的 但为什么会拿出比较多的时间去做小区的这个服务工作 很多人不理解 其实从信仰的角度来讲的话 最根本的是对生命的一个认识和对人的价值的一个认识 每一个人呢都有上天的这样的荣耀在他的里面 最重要的不是他所取得的财富 所取得的社会地位 而是他的生命本身 越来越多的了解这些逻辑关系以后呢 我就知道了自己应当去做什么 而不是整天麻麻烙烙地去挣更多的律师费 要把自己的眼球放到周围的人 能为他们的灵魂做一些事 秋天的时候呢组织了一次露天的餐会 让大家之间能够相互认识 谢谢 感谢支持 有一些著名的画家呢 我就邀请他是不是可以给小区的孩子 有一些义务的课程 他们都很开心很高兴地就答应了 好好好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 需要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骨盒 比如说悄悄邻居的门 三五天时间有一个问候 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工作 就是说远亲不如近邻吧 好邻居在一块是最珍贵的 一个两个三个五个 甚至更多的人慢慢地去开始改变自我 关心小区关心邻居 也是一个人从内心的小天地里面走出来的过程 这一份爱呢通过你传给了你的邻居 再通过你的邻居传给了他的亲人 如果这个活动能够推行起来 更多的小区呢传递着这份爱 那么整个社会都将充满这样的爱心 当一个社会充满爱意的时候 这个社会是一个繁荣向上的社会 是一个开放民主自由的社会 爱的传递最终的结果 导致整个社会的一个精神价值观的一个改变 最终的目标呢小区呢人与人之间 邻居之间都是一种相互有爱相互关心 都像一家人一样的这样的一种美好的这种状态 真正的就是说能够做到爱人如己 欢迎光临 我有好邻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